連戰神之間 一場之間 車遊戲 騰人 說無難在下山 便禁不平指數 整 Deadpool 先 stain什麼膽子 fitting 是你無顧嘴 accent 我無 места 1960 訪議三巴巴你無聽過是不是 無聽過啦 欠退 聽哨 天啊 沒聽過了 就用數反正來講給你們聽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歡迎收看大師大 我是阿賢 今天是3月11號 禮拜五 恆毛老師祝大家中國家庭愉快 接下來你不要想太多 今天台股是跌了 跌了168點 這個數字也不錯啦 長去400多點 昨天長了400多點 所以我是覺得說今天跌 其實我昨天節目就講得很清楚 當然你會說 老師你這樣子好像在猜 怎麼樣 我是在預測 當然你說我猜也好啦 問題是我就猜對 那你要我怎麼樣 怕是怕 你自己猜都猜錯 現在很多觀眾朋友都覺得說 你這樣不對啊 我跟你說禮拜三就長了快200點 昨天又長了400點 今天怎麼樣 今天是不是拉回 就這麼簡單 很多人說什麼 烏克蘭跟俄羅斯在土耳其 第四輪談判會怎麼樣 我說 有成功嗎 沒有嘛還是談判破裂嘛 繼續打 還是一樣繼續在打啊 那所以昨天美股歐股又跌下來啦 是不是又跌下來 所以他在打打談談的過程中啊 我只有一個建議啦 講給你聽啦 我不知道你感覺怎麼樣啦 你不要去預測說喔 他們什麼時候會打完 才打到高興為止 我跟你講他們會打到高興為止 那我也只跟你講 為什麼要一邊打一邊談判 就跟喔當年喔 共產黨跟國民黨 那時候在搶大陸 意思是一樣的 那個蔣介石嘛 蔣公嘛對不對 跟那個毛澤東在那邊兩個鬥來鬥去嘛 他們也是打打談談 啊什麼美國又出來調停了 俄國也出來調停了 蘇聯出來調停 搞來搞去搞來搞去 沒多久 國民黨就把大陸給丟了耶 轉進台灣 這就是最後的結局嘛 我們念到的歷史就是這一段而已嘛 可是當初我們在念這一段歷史的時候 課文裡面就可能寫個 五十個字就帶過去了 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中間也是打打談談 打打談談 你真的了解共產黨嗎 你以為嘴巴整天喊說 抗中保台抗中保台就有用嗎 好像沒有用 對不對 就像很多老師在電視上跟你講說 拉回找買點 拉回找買點 買什麼嘛 買了以後每天都拉回找買點 什麼時候賣嘛 講一半啊 對也可能對一半而已 搞不好都是錯的嘛 所以觀眾朋友 你自己觀念要很清楚 我只是把實際的問題把它抬面化 我告訴你 依我的觀察 俄羅斯總統普天他可能要的不是烏克蘭的土地而已 我跟你講這個有更深層的意義 當然 老師他到底要什麼 他不會是要台灣啦 你放心好了 他不會對台灣有興趣的啦 所以你不用講太多 可是我是跟你講 我只能提示你 他要的可能不是烏克蘭的土地而已 而且也不是什麼烏克蘭納維俄羅斯或是說烏東納維俄羅斯 這應該也不是這個 但是國際間的大國之間的角力沒有我們想像的這麼簡單啦 所以你不要看那個什麼 我們台灣有一些媒體在那邊報啊 爆一爆好像 好像俄羅斯的軍隊節節敗退 已經敗退到那個史達林格勒 已經敗退到莫斯科了 好像俄羅斯已經被殲滅了 我跟你講你聽那些 塔律班在那邊講講國際情勢 你就是覺得說 哇好好笑喔 這跟事實完全不符 可是你要不要信 你要不要信啊 這是在於你啊 你的程度到哪邊啊 對不對 昨天人家說什麼啊 那個談判破裂 你知道俄羅斯在土耳其跟烏克蘭談判 他提出什麼要求嗎 你有沒有看到為什麼談判破裂的原因 俄羅斯又提出了三個新的要求 你知不知道 所以你根本就不知道嘛 喔老師他們不是說那個 哲倫斯基那個演員 不是演員總統 不是說低頭了 大家全世界股市才漲一天 欸 我現在勝券在握 我看你低頭了之後 我當然給你軟頭沈滾 再提出新的三個要求 你知不知道 你不知道啊 你都只看台灣的媒體 我們會看國際媒體在講什麼 這就是很多人他輸輸在這裡 那老師 那昨天台股大漲對不對 那今天 那你剛剛講的東西跟今天的盤勢有什麼關係 當然有關係啊 因為昨天我就跟你講了嘛 昨天我不是跟你講那是大哥嗎 這樣子下來 為什麼要立即反彈 因為回檔20%以上就走空頭啦 所以他要立刻收腳 而且順著這個開戰 開戰的要件 一開戰開最低 收最高長紅 然後開始做反彈 對不對 然後接下來又要和彈了 又有機會 然後順勢又拉起來 對不對 那他在幹嘛 他也是試圖想要打一個底啊 他要試圖打底 欸 台股今天 跌下來之後 昨天彈上去 欸 他應該也要試圖打第二隻腳吧 欸 拜託 不會這樣扶搖直上又要創歷史新高 不可能 我跟你講 投資朋友很多人很天真啊 就像我問你嘛 昨天外資 雖然買超對不對 那外資還是不是賣了台積電五千多張 那請問一下 他總共賣了快四十萬張 誰接走 觀眾朋友你接走啊 我知道你很有錢啊 投資朋友 我知道你很有錢 那我昨天舉什麼例子 股票市場是喔 地球進來 乒乓球出去 你不要認為你很有錢 根本就不是你可以決定的 懂我的意思喔 你就不要跟人家講說你來做股票 你來算股票 你是來 地股票看賺一點錢嗎 看得懂趨勢看不懂趨勢看可不可以賺一點錢 不要搞錯了 台積電我再講一次喔 打八則五百五都還沒有到 你緊張什麼 你急什麼 打七則我都還不考慮 打六則我才說這個價格可以很心動 老師如果像你這樣講指數可能跌到一萬點 我說最好不要 最好不要被我命中說會打六則 但是我是跟你講 很實際的東西 一劑配兩塊七毛五 五百五的話 殖利率兩趴 四百八十一的話 二點三趴 四百一十二也才二點六趴 我隨便買台塑南亞 台塑化 全部那個殖利率都比這個高 我為什麼要冒這個風險 更何況外資是在賣 但是我這種言論一出去 你一定罵我 你不知道啦 我跟你講 我是替小孩子規劃 我是規劃長期的 既然你是規劃長期的 你就不要在那邊阿姆阿伯阿伯在那邊說什麼 啊老師可不可以投資啊怎麼樣 你既然是看長期的 看十年二十年兩百年 那你就買啊 你就買啊 對不對 搞不好到時候 新台幣也沒有用 是不是 沒有什麼不可能的啊 新台幣搞不好之後並沒有用啊 廢紙啊 對不對 所以很多東西嘛 你就算要選也是看聯電嘛 我講得很清楚啊 那你要去看殖利率嘛 我一個最基本要求的報酬嘛 合不合理 那你自己要去衡量嘛 不合理 不合理 市場就會給他一個公平的回憶嘛 對不對 你說老師啊那個 航運股那個台華出來 配十三塊 大家都覺得不滿意怎麼樣 那很簡單嘛 為什麼我不是跟你講台華 我是跟你講長榮 對不對 大家現在都說至少二十塊嘛 那二十塊的話 今天這個收一百六 你覺得呢 對啦你會等說 老師啊下禮拜喔 可能禮拜二要法說會啦 可能就會公佈了 對嘛你可能禮拜二禮拜三才要去買 那你為什麼不值錢買 你為什麼我跟你講了一個多禮拜 跟你講說你想知道長榮的目標價的打電話過來 甚至刷下面QR Code 下面的QR Code 對不對 下面QR Code 就可以 就可以那個知道 那你就不要 你不要就算了 我不需要去勉強你 我不用去勉強你 你懂為什麼 你去刷下面QR Code 就可以看得到 對不對 因為我們做節目有節目的問題 對不對 對不對 主管單位會管 是不是話說 資源有沒有一直上去 那資源為什麼上去 你自己看啊 資源為什麼上去 根本就不跌嘛 對不對 6104的創委為什麼不跌 你去看一下 我下半場再講好了 你去看卷支比 你去看他卷支比 現在已經三月了 可能三月底開始很多股票要開始做融券回補 你去看他卷支比 卷支比就很多人去放空嘛 那 你看就一句話嘛 空頭不死多頭不止 但你覺得呢 所以那些股票就不會跌 他也不想跌 就算跌喔 你稍微考慮一下他又嘎上去 所以你就算你要放空的話 你要選對股票喔 你要選對股票選對標的喔 當然時間點要對啦 那最好是不要亂做 不要亂做 我們要進廣告了 歡迎你有需要的先把電話撥通 跟我的助理講一下 人家跟你講很快 就一個數字而已 好不好 我們先進廣告再回到現場去 全球的情勢正在大轉變 你準備好了嗎 小資翻轉188專案 幫您翻轉您的人生 您的財富 翻轉專線 02-8511-3366 02-8511-3366 投資這條路是孤獨的 投資這條道路是辛苦的 盡心思考 二十年來堅守專業與熱誠 似乎不夠 總想著能為投資者多做些什麼 你們就是我們的支柱 你們就是我們的動力 用心去關心每一個股市投資者 頂業投顧 全心照顧 02-8511-3366 行人應在畫社的人行道上行走 眾位畫社人行道 記得面向來車靠邊行走 趕時間 沒車 衝開 不進一百公尺範圍內 有行人穿越道 人行偏橋或人行地下道設施 不得隨意穿越道路 如果在無行人穿越設施之交叉路口 應在人行道延伸範圍 停止限制路源範圍 或路源延伸線往路段起散 三公尺以內範圍穿越道路哦 遵守行人路權 路口大家安全 內政部警政署 關心您 歡迎您再回到現場投入觀眾朋友 那這禮拜還好沒有崩盤 收了一個下影線上來 接下來下個禮拜你要特別注意 下個禮拜就是聯準會要開會 那到底是升行一碼還是兩碼 這個我不知道啦 你可能要問鮑爾 鮑爾可能也不知道 可能要問一下拜登 拜登我就不知道啦 所以很多東西的變數 不是我們在控制的 但是你有些東西是可以事先去 知道的 瞭解的 比如說今天禮拜天了對不對 下禮拜二 長榮海運要開法說會 長榮海運2603長榮海運 那到底他會 會不會順便公佈去年的財報 對不對 可能出來四十塊 四十二塊 配個一半可能二十塊 我我覺得啦 搞不好二十塊 那可能啦 那如果說你覺得這樣子一百六十塊的話 很貴 那你不要認同我講的 你懂我的意思喔 那你就不要認同我講了 但是如果說 我一直跟你講說 外資一直在賣台積電 對不對 你不要聽那些什麼什麼狗屁專家啦 達人啦 那些什麼什麼投資高手啦 他很多人現在一直叫你去買台積電的零股來存股 我就講嘛 你一兩百塊的時候你不去買 存股 你現在五六百塊在歷史高點 你在那邊存股 我不知道你在存什麼挖國櫃 我知道觀眾朋友你很多人都很有錢 而且有很多人都什麼什麼 後亞人你知道嗎 沒差我買個幾張就給他放著 買個幾張放著 我告訴你 接下來會有很多情形是你沒辦法想像的 包含他如果六百塊變五百塊 五百塊變四百塊的時候 你可能加碼嘛 買更多嘛 拼命買嘛 對不對 那最後呢 最後呢 最後是什麼嘛 我知道你很有錢啊 對不對 賺錢也很容易啊 對不對 我跟你講我的會員都不一樣 我們賺錢很辛苦 我們都腳踏實地 我絕對不會去看好台積電 你相信我 這個價格勸你不要碰 你願意聽我的 我能救幾個就幾個 就像當初那個浩鼎拉到七百多塊 我說你不要去當浩呆 七百五 你過兩年剩下一百塊的時候 你就知道頭比較痛 你有沒有後來回到一百塊 你自己去看 當然老師 你在那邊給我唱衰啦 我跟你講我參加鬼也不參加你 沒關係 你可以現在指著我的 指著禿頭啊 指著和尚罵禿 沒關係 我都隨便你罵 但是你注意喔 你不聽老人言 吃虧不一定在眼前 但是我跟你講 你會付出很沉重的代價 你很多東西你都不知道 很多東西你都不知道 你根本就不知道股票市場 他根本不是你們想的那麼簡單 你怎麼會要升級啦 接下來你要特別注意啦 我有些東西 我就再點到為止這樣就好 那說老師 那我們蔡總統也說要制裁俄羅斯嘛 來看一個新聞啊 給你參考一下 俄羅斯現在準備報復 報復什麼呢 59家在俄國的外企你收歸國有 包含什麼呢 蘋果 微軟 殼牌 這是英國殼牌石油 麥當勞 來 你是在制裁啊 你說你不開了對不對 你不開了我跟你講 麥當勞不是靠賣漢堡 賣薯條賺大錢 他去某個地方開點什麼 他都是土地買起來 建築物買起來 你懂為什麼 他賺了99%以上收益 他賺的是土地增值的收益 而且他在各大城市裡面 買的都是精華區啊 那個交通的匯流點 那最好的地段 你看收歸國有 那你算一算 現在全世界都凍結 俄羅斯富豪啦 人民在國外的存款啊 這些產業 你算一算喔 人家普廳人家拿算盤算一算 這樣會給我啊 我給他們的沒收 對不對 你們把我的沒收沒關係 我跟你講人家那個算盤早就打好了 那台灣呢 小心喔 上銀營收創新高 聽說上銀在俄羅斯 生意做很大 NB 小心喔 今天已經有媒體被烏克蘭點出來 媒體上面直接烏克蘭點出來 華碩 我跟你講 人保紅機都有 誰倒楣 我們還要去制裁人家 你去看網路上看那些梗圖 差點沒笑死 終於有人成論我們是國家 人家沒有人家後面有跨虎 跨虎得很清楚 到底是我們台灣的這些塔綠班小綠綠們 不認識英文還是怎麼樣 都搞不清楚 人家後面有跨虎 跨虎得很清楚 真是喔 我跟你講喔 國之將亡妖孽重生啦 只能這樣講 哈哈我們也只能笑笑而已 那不然欸 對不對 聽我的沒錯啦 今天有反彈 反彈你要不要走 今天有反彈啊 老師破抽籤架了我 還好我沒去抽籤 我跟你說 我再跟你拼拼看 我又要買抽籤架 好好好棒棒棒 你棒棒你棒棒 一堆人跑不掉 你在那邊 喔我要搶反彈 哈哈你好棒 我都看你怎麼看啊 當初你們怎麼取笑我的 哎呀你啊不知道啦 我跟你講 洪老師你喔 對金元代工都不了解 我跟你說喔 那個麗金殿喔 那個黃董喔 好有辦法喔 我跟你講怎麼樣 怎麼樣 啦很好啊 好棒 我也說好棒啊 價格不對嘛 就價格不對啊 對不對 價格不對 我覺得沒那個價值啊 你現在就覺得說 哎喲 老實在臭皮啊 你又對了啊 對得很離譜啊 啊 我其實對得好離譜 我知道的東西 我還不想跟你講 電視上還不能講太清楚 不然這樣啊 不然你跟我解釋一下 很多人很喜歡跟我在那邊 網路上面對嗆嘛 那你幫我解釋一下 為什麼這樣崩 這邊有反彈你怎麼不走 這邊有反彈你也不走 這邊急彈你也不走 哇這邊有大漲了 準備要反攻了 破底 那如果未來台積電這樣走 你受得了嗎 六百 五百 四百 三百 兩百 一百 應該不會啦 請問一下你的什麼感覺 啊沒有關係啊 我只有幾張而已啦 怎麼樣 啊你就有錢嘛 你就有錢嘛 你就有錢嘛 我就這樣說就好了 你就有錢嘛 有錢你也要蓋蓋蓋蓋 聽得懂我在講 我講的是人話 神神花 老師昨天我跟你說 你買長榮行沒有漲 好那我問你尾盤是不是收最高 那你跟我講什麼 沒有用 可以買的你又不敢買 不能買的人拼拼追 跟你講的翻多來買 你又說什麼 老師我跟你講 你這個分析那個什麼股東人數 太狹隘 我聽不懂 你那個原理好奇怪 你要不要怎麼樣 我說我叫你加碼 為什麼不買 我請你打電話來問 你為什麼不打電話來問 為什麼整天打來吵 然後在那邊裝模作樣 對不對 你買幾塊不干我的事啊 你懂為什麼 你買幾塊我不干我的事 我只關心我的會員 我們有沒有買 有 我們有買 我們有帶進就會帶出 目標價到的時候 不帶命令 自由開槍 自己下車也可以 不要貪心嘛 對不對 就像我跟你講的 你就掃QR Code就好 直接掃 直接掃 就OK啦 其他就不用講啦 對不對 你說我怕人家知道 我是誰啊 我是什麼妖魔鬼怪 我是什麼立委啊 明代 不用 你就刷QR Code就好 裡面 就會有人回覆你 這樣不是更好 這樣夠先進了吧 跟著我來 下禮拜 好戲正式上場 你不要說什麼 老師你好像知道什麼 我們就來看會不會到 好不好 我們就來看會不會到 好不好 祝你大壯 我們下週一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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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下週一見 我們下週一見 全球的